QS世界大学排名结果 肯定了学院上下的努力 也确定了我们在区内 以至国际上的领导地位 同时间 排名也令到学院的定位更加清晰 有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 在策略上 学院会继续推出更创新 更具前瞻性的课程 同时加强宣传和交流活动 进一步提升实力 迈力前进 回顾我过去担任副校长时 学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不断涌现的突发事件 我们不能够用常规的方法解决 必须要变通 即时作出合适的决定 以去年2月应否停课为例 我们不能够只是考虑每星期的安排 而是要计划得更长远 最后我们很快就决定转为网上教学 当时很多老师 甚至学院的网上教学平台 还未准备好 但现实就是我们一定要变通 和团结地处理 结果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重新编排上课时间 并做好各种应对工作 演艺学院近年的教学目标 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创新 innovation 联系业界 industry engagement 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ity 以及实践研究 practice as research 在过去那几年 学院已经积极地在课程和教学中 将科技和表演艺术结合起来 我们相信促进艺术科技发展 是当今主要的趋势 这也是学院其中重要的发展